今天呢已经是在华人咨询网的第二个感恩节了 最想感恩的是支持在我身边的这些观众们 有Tian 有东丽 有Jerry王 有Goose Me Guy 有Tesla 还有Tony Zhang 这些朋友呢每天都在直播见面守候我 感觉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也感谢你们伴随我成长 我觉得今年最感谢的人应该是身边的同事跟朋友 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才能够让我更好的面对生活跟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吧 感谢我的观众 他是我的衣食父母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他们让我录个正常点的 但是我底下就是这样的 感谢好视频的观众们对我们节目的大理支持 在这个感恩节里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三件事 保持好防疫 吃好喝好 另外就是要继续关注我们的好视频节目 你要求真多 好看 2021我最感恩的是在一线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 是他们保护了我们安全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感谢我们的公司 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美国能够生活和继续追寻自己喜欢的事业 谢谢你们 感谢一下这个特斯拉吧 今年让我赚了好多钱 大家好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在这里呢 也感谢各位金主爸爸的支持 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应该感恩的应该是那些虽然素未谋面 但却感觉日日相见的观众朋友吧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感恩拜登政府还没有让美国变得更糟 用的是反讽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浩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疫情年 感谢家人 感谢同事 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感恩节快乐 感谢老板做的饭 茴香饺子 烤鸡翅 蒜菜炒肉 感谢在疫情下活过来了 感谢一下疫苗 祝大家感恩节发了 这一年我其实还是蛮想感谢我自己的 因为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直播 能够坚持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当然还是要感谢我的先生 这一年一直是他尽心尽力地在带娃 所以可以让我专心地工作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非常想感谢老板 确实是因为老板给予我的信任 然后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给了我自由度 然后让我能够做到我真正的想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想感谢老板 虽然这个有点像拍马屁的话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真心话 希望2022年我们可以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